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条不稳的发掘 港上遗址位于山东省腾州市 陈港村东部可河两岸 横跨腾州市和山庭区 两个行政区域 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 在这里考古工作人员 发现了大问口文化晚期城址 面积约40万平方米 是海带地区目前发现的 大问口时期面积最大的 史前城之 海带一词始建于上书与共 海带为青州 指的是黄海西岸至 泰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港上遗址以北约200公里处 一座石碑静静地矗立在路旁 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问口遗址 大问口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史前 大问口文化众多遗迹中 发现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遗址之一 大问口文化即以此命名 大问口遗址为距今6400年至4500年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 其总面积约为82.5万平方米 发掘7200平方米 出于保护的原因 如今大部分的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田 不仅如此 出于对遗址的保护 区域内只允许农作物耕种 并于2015年建立了 大问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是国际上大型考古遗址保护 和利用的一种新模式 60多年前 大问口文化的发现和确立 在当时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大问口文化遗址的研究 改写了人们对中国史前文化发展 基本格局的认知 1959年 金浦铁路复线工程施工过程中 在宁阳县包头村村西 挖土方的民工 不经意间刨出了一批淘气碎片 和零碎遗物 后来又挖出一件完整的陶贝壶 大问口遗址就这样被发现 同年6月 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于济南市博物馆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 清理133座墓葬 一座横式桃窑 出土文物2100多件 将一座沉水近6000年 前所未时又丰富多彩的时代 毫无预兆地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之后60多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 由近千处同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陆续面世 大问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省 除此之外 河北 河南 江苏北部 安徽等地 甚至在辽东半岛也发现了 具有大问口文化特色的文物 港上遗址此次的考古发掘工作 始于2020年9月 发掘区分为南北两个区 北区为居址区 位于城圈内东南角 南区为墓葬区 位于遗址最南端 发掘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 其中大量大问口时期的文化遗存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 先人们的生活习俗 墓葬区那边一个工作 主要是我们想对这个人的一个 丧葬习俗 墓葬结构 我们想对它有一个了解 然后这边居址区 我们主要是想对城内的人的 一个生活状态 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居住的 它的这个房子的一个大小 它的一个分布 它的一个怎么建造的 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 我们想对这个一个了解 这两个实在上也是 基本上是相同的 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 和这个死后的一个埋葬的地方 两个可以对应起来 就可以对这个城内的人的 这个社会结构 比较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一个了解 朱超是考古队的领队 通过对港上遗址居址区的发掘 他进一步了解到了 先民们房屋的修造方式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遗址是我们在港上遗址发现的第一座房子 是结构对清楚的一座房子 然后它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基本上近似于一个正方形 除了对居址区的研究外 在对墓葬区进行考古发掘的工作中 朱超和同事们也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见过的新现象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区域 是我们去年挖的一片墓葬区 这个地方的一个地势是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也能感觉到 这个地方地势是周边区域是最高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这个边的一个墓葬 一共是发现了15座大恩口中晚期15座墓葬 几座是规模比较大的 再一个就是这些墓葬里表现出来一些葬剧的一些特征 也是我们首次看到的 这个四人合葬这个大墓里边 这个并排的这个三连关是第一次看见 带有这个专门的气部箱 边箱 脚箱 头箱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港上遗址是海带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恩口文化城址 随着高等级墓葬及玉器的出土 它的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 这也许会进一步更新我们对大恩口文化的认知 在考古学中 新证据的出现有时将推翻先前的理论 在大恩口文化正式确立之前 关于黄河流域早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人们熟知的是养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养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三千年 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 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 这时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 原始的农业也开始出现 而社会的组织形式是母系氏族社会 养韶文化时期制陶技术大大进步 出土陶器大多为彩色 因此养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龙山文化存在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 至公元前两千年 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 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 属同时并用时代文化 黑陶是龙山文化的突出特征 也是龙山文化区别于养韶文化的根本特点 在大温口文化发现之前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 养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 自西向东发展 而龙山文化则产生于东部沿海 循着由东向西的方向推进 因此人们在认识上形成了养韶 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观念 大温口文化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 显示出它与中原养韶文化有着显著差别 反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类型 把考古界从此前的养韶 龙山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解脱出来 为后来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区系学说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 大温口文化的发现 是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 由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 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 原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温口遗址自1959年首次发现以来 共出土随葬品两千一百余件 大温口遗址出土的文物 如今有许多都保存在山东博物馆中 通过这些文物 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 六千年前的仙人们 到底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在山东博物馆的史前文化展厅 有一件文物格外引人注意 它是红桃兽形壶 此壶高21.6厘米 夹杀红桃质 通体湿红色桃衣 成珠形 圆面耸耳 拱鼻 张口四足 短尾上翘 耳穿小孔 背装提手 嘴可注水 体肥壮 好像正在张着嘴巴向它的主人乞讨食物 尽管因食用需要 在寿背上加安了一个提手和一个注水口 但仍不妨碍其憨态可居的生动形象 全体构思巧妙 造型生动 饶有趣味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件红桃兽形壶是1959年 山东台湾大温口遗址出土的 它是一件纯手工制作的 而且经过精心装饰和打磨过的 在那个时期我们大家是说叫成水器 但是我们觉得从社会发展来看 它成酒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 专家们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分析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根据这个器物的组合 在这个大温口的梦藏里边 各种器物都有 但是最显眼的 数量最多的 就是和酒有关的 这碗在距近八千多年的时候 就已经会造酒了 所以到了大温口这时期 造酒的技术可能很发达 酒器的组合 代表了当时对理的核心内涵的这种认识 这个理就是说它是规范人的这个行为 包括你这个来客人来朋友 什么这个酒中吃饭 这个做的位置都有讲究 为什么 这也是理 不仅如此 酒器与酒的出现 意味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足 因为要酿酒 首先就得有多余的粮食 那么当时人们吃的主要粮食又是什么呢 通过对大温口时期遗址的土样进行分析 专家们发现大温口时期仙民们的主要粮食类食材 为水稻 素和薯 根据考古及古环境学研究成果推测 大温口文化中心区域所在的海带地区 是一片降雨充沛 气候温润 植被茂盛的天然动植物乐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在大温口文化早期仙人们的生活中 生产的食物与野生资源的利用比例大致相等 而到了大温口文化后期 情况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 农业在生计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并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生计方式 相比之下 狩猎采集捕捞的比重明显下降 在植物考古分析中表现为 野生植物资源显著减少 农作物的比例明显升高 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 为定居生活 社会分工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大温口的遗址地 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却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 在发掘出的每一个墓葬中 都会出土一定数量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 这些猪骨说明了什么呢 比方说这是鼻骨 这个还不够 这是哪一侧的鼻骨 宋彦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动物考古实验室副教授 他的研究表明 猪肉其实是大温口人的一种 主要肉食性食材 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样 还在地区的史前遗址里面 猪的遗寸发生不少 尤其是在大温口文化的遗址里面 我们从这个各个遗址的 这个资料的搜集和对比来看 在大温口文化早期开始 在各个遗址里面 哺乳动物群里面 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 这就足以说明 在当时鲜明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是动物性食物 这个结构里面 猪的地位是最高的 通过研究出土的猪和谷藏海 我们了解到 在大温口长达1500年的 持续时间中 先民们的养殖技术 是在不断发展的 大温口文化时期 人们不仅对农作物 进行了有效的驯化 同时饲养家畜的水平 也大大提升 苍脸食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 大温口先民们 也有着自己精神上的追求 这是一只大温口遗址出土的 三足陶规 是一种酒器 如果仅从食用的角度去制造 完全没有必要 把它制作得如此复杂 那么这样独特的造型 究竟是在传递着一种 怎样的信息呢 陶规作为早期的陶器 只在东方出现 在山东 江苏 浙江 就代表东方是上鸟的一种习俗 就是鸟崇拜 所以我们看它造型 就像鸟的形状一样 就长长的流像鸟慧 然后底下那个三足 就是它的足 然后后边那个盘手 像鸟的翅膀 所以造型是从这儿来的 同时为了增加它的兽力面积 它把底下那个三个足 做成带足 肥肥圆圆的 让我们大家很容易 会联想到女性的乳房 乳房我们知道是生殖崇拜的 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因为那个时候只能多生人口 才能让部落更加繁荣 昌盛 所以说这种器物 是鸟崇拜和生殖崇拜的一个结合体 是东方非常特有的一种器物造型 石器时代 仙民们由于生活上的需要 开始使用各种容器 中国最早的陶器诞生 距今约一万年左右 陶器的颜色和种类 是最能反映史前文化特征的元素 彩陶是养烧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而黑陶则是龙山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 大问口文化在陶器的颜色和种类上比较多样 而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陶器是白陶 大问口石器我们大家知道 陶器 陶色非常非常多样 其中的白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白陶使用的原料 与其他的陶色的陶器的原料不同 它是采用了就当地特有的一种土 叫白鳄土来制作而成的 它瘦身温度相比来说也比较高 实际上这两类的器物 等于是为我们以后 中国磁器的出现 颠颠的基础 由于没有文字描述 所以在对史前文化进行研究时 人们研究的对象 往往都是那些出土的器物 它们如同案发现场的证物一般 有趣而神秘 考古学家们从种种蛛丝马迹之中 窥探到一个时代的秘密 眼前的这两件陶器底部 神秘的纹路 便隐藏着大问口文化的秘密 一个有关服饰的秘密 大问口先民们对美的追求 还体现在了服饰上 服饰是人们审美的巨像 更是一个文明最璀璨的外衣 而在现代人的观念中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 往往与服饰无缘 通常会以一种 披着瘦皮的形象出现 然而 真的是这样吗 经专家研究 这两件陶器底部的纹路 是五千年前陶器制作者 无意间留下的纺织品的纹路 这样的纺轮 在大问口文化的很多遗址中 都有出土记录 每个纺轮的重量都不尽相同 其规格也大多不一样 并且对应不同原料和粗细的线 这些工具的出土 有力地证明了 在五千年前的大问口一带 就已经有了纺织机器和纺织品 衣服不同于一般器物 在漫长的岁月中 很难被保存下来 然而 我们还是能够找到 它们存在的证据 一个工匠的无心之举 却让我们看到了 那个时代的纺织品样貌 虽然服饰早已消逝 但痕迹却长久地保存了下来 而考古的乐趣便在于 从种种的痕迹当中 认识到种种心知 那么 有关大问口文化 还有哪些方面 会与我们对原始社会的想象 有所不同呢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原始社会似乎应该是 人人平等的 然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鸾峰石通过对大问口文化 长时间的研究发现 在大问口文化漫长的持续时间内 这里的社会形态逐渐从一个平等的原始社会 开始向分层社会演化 在大问口的早期 它的聚落形态大小比较平均 这说明每一个部落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问口的聚落形态开始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结构 有的地区开始有三层结构 即大型聚落 中型聚落 小型聚落 甚至在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四层的结构 大问口一只八十万平方米 你要到一个最小的一只 只有三千平方米 只有五千平方米 你整个把一个区域的古代一只 比如说大问口文化的一只不差清楚 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一个大一只周围有些中等的 再小的这样的一只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就认为这个社会开始分化 在众多大问口文化的目的上 我们可以看到贫富玄说的社会景象 这说明私有制阶级已经形成 对私有财富的追求 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交加性在我们挖了二百多多梦藏 大的两国一关 一国一关 一关 没有关 可以很清楚地划分开 随藏品也可以分清楚 随藏几十件上百件 二三十件 十几件 五六件 一无所有 你从一个目的里边 你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人群的分化 大问口文化遗址中 发现多处相对成规模的墓地 因此有数量较多的人骨保存 这为研究大问口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 提供了直接证据 经推测大问口男性身高平均较高 约为一百七十二厘米 这在古代居民中比较罕见 与此同时 通过研究大问口文化人骨材料 专家们发现许多先民们的头骨中缺少侧门尺 这引起了专家们的好奇 大问口人70%的拔牙 就是成年的时候 就把上颗骨上的两颗侧门尺敲掉 所以你一张嘴一看 这个缺两门牙 因为它是横尺 敲以后再不长了 非常规律 两颗上门尺 这在其他的文化里边基本没有 一种说法是成年 成年 就成年了 你把这牙齿敲掉了 可以参加成年人的活动了 还有一种说法成婚 它实际上这个东西 是为了给别人看 认为你可能结婚了 大问口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 表现出很多共性 既有本身自有的生物学特征 又有后天形成的现象 这些特征使大问口文化居民 有着自己的特点 与同时代其他文化居民区别明显 除了敲掉牙齿 大问口的先民们 也会通过其他的办法 彰显自身的文化特征 大问口遗址出土文物中 不乏各类精美器物 但有一类灰陶尊却奇怪异常 它灰色的外观显得并不精美 形似炮弹 而它的爆炸性却不在用途上 而在于它上面 镌刻着的一种文字符号 大问口文化这个刻这个图像文字 规整 单一 非常明确 现在发现不重复的 大概有十个左右 关于陶尊文字的研究 探讨 争论 多年来一直在延续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这类图像的出现 标志着大问口社会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 济世和造字的概念 我们如今复杂而完备的 文字系统起源 也许就隐藏在这些 古捉而质朴的陶器刻画里 这座日火山的雕塑 是大问口遗址公园 一进门就能看到的 标志性建筑 如今它也成为了 大问口文化的一种 代表性符号 这一时期 人类从平等走向分层 文明的曙光在泰山之边 与黄海之边缓缓升起 如果说 微微泰山是中华文明史的 一个局部缩影 那么大问口文化 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 六千年前 大问口时期的先民们 曾经在这里创造了绚丽的文明 而今天人们在这片土地上 依然忙碌而充实地生活着 北京市集行政中心建设之际 仅一路之隔 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地下古城 突然现实 这是一座什么城 它有什么神秘之处 成为研究两千年前 通州地区人类生活的活化石 考古学家们要如何利用科学技术 来探索古城与新城的千年之教